花椒 豬腿肉和鮑魚 花菇 用湯勺捞到碗裡 搭配熬煮八小時的濃郁高湯 整瓮佛跳牆充滿年味 再過一個多月就是農曆春節 加上疫情解封 讓飯店除夕定位大爆滿 除夕到大年初三 在十一月初就已經 全館就已經定滿了 外在狀況已經來到了七成 不錯過年菜商機 飯店也動起來 原山飯店把經典佛跳牆 取英文名為VPN翻牆鍋 來吸引年輕客群 目前已經賣出一千五百份 另外還祭出特製海鮮霸王鍋 龍蝦 沙公 還有入味蔬菜 以及層層堆疊的澎湃鍋盆菜 用真材實料來拼佔 另一家天成飯店則主打除夕當天 現做常溫外帶形式 菜色包含烏魚子拼盤 東坡肉 清蒸石斑魚 不論外帶內用都同樣熱門 那目前預訂大概已經有九成滿左右 還剩下一些零星的散桌 可以接受預訂 外帶年菜的部分 目前預訂的狀況也都滿領響的 那預計也可以提升整體業績 大概一到兩成 強工年菜商機 均品酒店米其林三星餐廳 推出萬元起跳的月式年菜 精華則主打奢華食材打造的富貴盆菜 各家年菜同中求易各有特色 要靠農曆春節進步營收 三零星餐廳李孟山台北報導